另外在这个平200线到21公里这个地方也发生了一起车祸 这一辆自小客车报位什么原因 就失控撞上正在行军的陆战队66旅士兵 结果意外造成15名阿兵哥分别受到了轻重伤 而警方事后在这名肇事驾驶的身上 找到了七包的安贝他命 不排除驾驶是因为吸毒谎神酿成意外 车祸现场阿兵哥倒在地上表情痛苦 双脚已经无法动弹 消防队员火速抵达现场检查伤势 还有好几名阿兵哥躺在草丛里不断哀嚎 就连头部也遭到撞击受伤 一共15名阿兵哥受到轻重伤 其中有三人分别是手脚骨折 还有一名脑部出血 阿兵哥坐在病床上急忙报平安 早上九点半从台北南下横春的陆战队66旅步一营的士兵 在平200线到21公里处行军时 这台白色轿车突然从后方追撞 有如打保龄球般撞上行军队伍 车窗玻璃严重碎裂 可见撞击力道之大 目击者研判是当时是疲劳驾驶 驾驶是20岁的灵性男子 早上他载的三名未成年少女 正准备南下墾丁游玩 他声称自己是打瞌睡 但警方却在他的皮包内 找出七包安非他命 这个倒出来就在这边抹 抹 抹完了呢 抹完就那个 究竟是吸毒谎神还是疲劳驾驶 警方还要再调查 不过驾驶应讯时 竟然拿着有人的身份证假冒 直到父母来到警局才拆窗谎言 而身份证上 今天正巧就是驾驶的生日 这下乐极深悲 可得冠上更多罪名 谢谢大家 詞曲 曲 李宗盛